党政焦点来看到 国民党在2024总统败选之后 传出党内已经全面盘点 2026县市长的人选 其中新北市长更是重中之重 莱茵还把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视为头号蒋小迪 将推出强棒应战 守住新北市 不过党主席朱立伦也展开了四波党务改革 但整并黄复兴党部的部分 还是受到党内的反弹 今天在中常会上 还有中常委提案 此案无效 应该招由林全会来处理 新政指定中常委上任 国民党决策权大换血 也传出党内已经在寻觅 2026县市长人选 尤其新北市长侯友宜 即将届满两任 来应把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作为头号加赏敌 每一个县市都要有多位优秀的人才 在培育我们侯市长的第二年 所以我们一定希望新北 把市政工作做好 太早去讨论这个政治 影响市政是不好的 因为这是一个节奏性的一个问题 是有一些的人才库存在 所以我们不像其他的党 需要在这个时候基于表态 不止新北国民党的南部也持续布局 从云林到屏东都是现任部分军立委 兼任党部主委 可说是进可攻退可守 目标瞄准首长大位 但紧接而来的是国民党二级单位 阻改人士 包含近期争议颇大的黄复兴党部 并为退伍军人部 没有程序正义的改革 将是国民党党史上最灰暗的一天 我无法接受 先展后座是不行 他必须要召开林权会来进行补证 不止常委在中常会提案暂缓 时常也有黄复兴成员 到党中央表达不满 但党内改革 朱一伦持续强调势在必行 这也是符合基层 来营的民众对我们的期待 透过中常会的调整方式 其实不是第一次 过去无论马英九 其他几位党主席任内 朱主席也做了说明 我们也确定4月1号就要上路 来营改革的大刀 从党中央回到地方 只是党内可不是人人都买单 接下来赵远杰台北资本报道